大家好,我是青青 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羁绊对决 今天邀请的和我一起组队的是 也是我们组织的大佬 我们的朋友,我称为义哥 他在游戏中的爱蒂是阿姆斯特瓦 他的战力已经大约在11万 我现在的战力是5万7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虽然5万7的战力 但是打过了人口100 之后可能战力会绑增一段时间 可能会到6万以上 不会很久 刚才第一个对手战力太高了 所以义哥就选择了撤退 几十万能不能打得过 这个对手是可以打的 两个十万 哇 我这个要喝水 结果被他打死了 省判了一下 以后专心打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个无所谓 我为什么没开截戒 就是因为我不想对方有再回篮的手段 因为上边那个火主没带分身 你知道吗 他可能 他有可能这样弄出 名人在第一回合就奥益 那就有点 不太好 底下那个随便有四十查克拉 但是 如果他的水门奥益的话 应该还OK 我给他的水门来一个后手控制 后手把他混乱挡 这样下个回合一开始的压力就比较小了 因为 呃 呃 义哥 就是队友的先攻是比对方高的 所以 不太担心 应该是打火主吧 诶 义哥 没有奥益的 等什么呀 他要控了 你的水主可糟糕了 打的是火主 对了 我要等一下 因为对方的是有打断的 打死我了 好吧 我是想等他普攻之后再奥益 这样 让我这个 这个状态可以延续到下个回合 但是想想好像没什么用 好像普攻能打到我的好几个 不过没关系 这一场我也属于降营了 因为 作为补助来讲 我活到现在已经已经足够了 已经足够了 可以看戏了 可以看戏了 这个 他这个突破到闪避了 这个会对是弹了 所以说 问题不是非常的大 看能不能碰得到 看能不能碰得到 还碰到了 不过是个先手碰问题不是非常大 他就怕后路 一碰到两个回合 这玩意就受不了 而且下个回合一开始就没有追打了 这是比较糟了 这真的是非常的痛啊 打在名人身上 直接把名人给秒了 打八位 八位会回血 这就只能目标雷主 这两个都会闪 雷主怕了 止水的奥义 感觉也没什么用 这个水主的后排的抗性都是很强的 这个以我玩水主的经验来说 都是应该用那个磐石的那个阵 就是后边一束牌都是 都是加抗性 中间是加防御 这样这样的阵对于四代的闪避也是有过有 大家都知道闪避都是靠防抗 然后防抗高 别人就打不到 非常的爽 这压制免疫真的是非常的霸道 对方的四代也是在发战 下一场 好 打了十万 那当然了 这是很厉害 这个队友 18万 18万是上面的水主 如果18万是下面这个雷主的话 应该是 你哥还要跟18万的打一下 我想一下 这个开了雷凯的雷主 八万多的雷主 我居然被我给控了 这个就 这场尴尬 这样理说不应该啊 这个 这个六万捕倒的 控 八万多战力的 这个 这不太对了 这个我手慢了 本来不用吃他这个二十连 反正 反正我很快就会都死掉了 因为他的那个又是暗杀剑的 我估计我那个初代也没了 18万对6万捕倒 这个 这个没有了看 这场尴尬 这个又是一哥主角戏啊 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他怎么打了 他也只能一直压制水主 不让他治疗 我就希望我的这个 带人至少能奥义出来打一下 我不怕他的奥义 因为是纯忍住免疫 你也这个就猛了 散哥不要打死我 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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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留了一口气 但是冲了我二十的蓝 我 太讨厌了 我要死了 我死之前还打死他一个 哎 你怎么不赖啊 带人不幸的倒下了 哇 我是霸体啊 你知道我的图图有七千防和七千抗啊 当然对于一个十八万的人来说 当然是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如果是同战的话 他还真 在拿我没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就成职业观众了 看一会儿吧 还好对方的分身什么呢 不如这个数量这个素材全身照得住 这样可能还好打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苗 grup 老板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了,跟他这个18万的比,18万的这个安不佑偶还真的猛啊 只能一下一下的打这个水主 卧槽可真扛打呀,我真的是不吊血的 好的,安不佑没有,让止水的威力能小一点 但是止水砍这个八围好像也砍不死 哎,我要是对方能退的话就退吧 但是真的是打到最后,这就是成为这个惠祖斯带的杀带了 这只是康纳而已啊,因为再怎么打都 而且他有养成,越打威力越大 看这一场,十万,七万,十七万 这个刀跟我们差不多,我玩击,这个一锅十一万 加起来差不多多少了 我只能现在就开结界了 虽然可能被他的左路顶尿 但是他之前有,有那个子罗 子罗在结界下,万一爆了的话 这个东西,对,还有他这个镜江呢 我打中了八围,给八围的奥益加了一个惠祖斯带 这个我就不管,不能管自己了 这就只能是,给一哥加下盾 只要保他上去那个后排的给惠祖斯带 保持这个追打的人不死 我们就已经稳定了 我应该是 如果我运气好的话,可能赢了 就看他子罗打谁了,他还有一个子罗 打个,翻一下,我给套的那个盾相当的厚啊 因为我本身的抗性有7000的,也是好几千的盾啊 我那个八门也是出了一个红色的,红色的联机 原来那个名字叫蓝,这边叫Gate 每图很新的盾 能加连击的,我就给鼓鼓 这样他如果高一点概率,这个 20%的盾相当的,还是给两个加啊 我已经有点混乱了 原来有那个盾数修行之后 会最多给两体加20%的盾相当的 因为,反正就是,连击高的话 就是,概率,得到更多,更的概率就高吧 反正就给他带了连击 这场又是一哥的表演了 所以,我也打了对方之前 对方的这个镜箱可千万别让他动 他如果动的话,也是一下随大骗子 至少我全骂了他以后 独饶有什么啊 因为他也是越,越揍他,他的攻击越高 他上个回合把我的这个,景也给控了 不然我肯定一个那个,櫻花舞就已经过去了 结果,我两次控都控那个子罗失败 这个埋下货哥了,我觉得 哎呀,他一下子就把土鼠秒了 太猛了吧哥,你不要这样子了 好吧,我现在有狼了 我要替,我要美女替这个土鼠告仇了 这就像打仗被最后一颗流淡击中 哈哈哈哈,很郁闷的这个 这个队友,12万,14万 这个能打吧,打不了吧,对了吧 好吧,既然,既然一哥选择要打的话 那我就全力配合了 他觉得,他觉得能干掉他们 我就,不讲人了 哎呦,哎呦,哎呦,流口气 他不要杀我啊,这回我得套论了 我不套论死了 他订的是随准 这个我也是,不要给他那个回栏 我先等一下再开结界 反正我觉得 你看 幸亏没开结界 开了结界对方土土就加蓝了 像他没有加到蓝 只是加到这 不好意思 我开个结界 说不定还能后走 控到上面的那个左柱呢 当然我可能控不到 空到一个图书也是赚的 空到一条左柱 我就是随便来的 我觉得我根本就控不了的 所以这样打击退 能多打一点伤害 咱要理解 这要明白我 我是非常的脆弱的 在这个队 12万14万 哪有我呢 说话的疑敌啊 我是能占一点小元 也就占一点小元 也就占一点小元 这个一哥是我们组织的一条大队 今天我爆炸了 其实是有四条大队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做成为一哥 银行哥 富士哥 还有伟哥 一哥四条大队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做成一个系列 四条支柱 比如说四大支柱 我都会请他们来陪我击败一下 这回 很尴尬 尴尬 这回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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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你熬一个 我就出了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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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尼 这个名妈是比一哥快的 我死定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戳我 他没有戳我 那我还能多活用 再来一下 一哥着急了 这下着急了 等你恢复一下 那个水主的麻痹状态 最后再打 也是来得及的 无所谓呀 打不打都行 忍一下就完了 我现在有那个五次挨打的护身 所以没死 突然这一下必死 待人奥运之后 他可以挨打五次 都会追打 吸这点血没有用啊 200多血都看不见了 虽然我现在升重值也不高 也是上万的 200个看不见了 这回我死 这回我死 他咬我一命吧 被师母打死了 现在是师父打 儿子和老爷爷 他们家是战斗民族 没有想看 一个比一个流氓 呃 退了 他们不想 自己家人互相打 看这个对的 68级了 好牛的压击 其实在这个环境下 平民很难压击的 压击的话 会造成很多 你拿资源都会很亏 一个6万多 一个9万多 平均差不多 选择空了我们这个 猪带 因为战力差的没有那样大 所以我觉得我的猪带 还是有忠实性的 那些旧的 这个我想 我后手 控一下底下的 这个止损 直见的能控它到 如果能控它到的 就不错 嗯 有两种小刀 控止损 还是控止损 因为止损会闪 下个回合 如果他不能动的话 呃 想了想又觉得控不到 还不如占点便宜 因为 想到最后 我就觉得 上面那个 战力不是偏低吗 我想说不定 他已经被压制一回合 再加上点燃 嗯 下个回合 我帮他这个火力 说不定就能把他打死 底下这个鸣妈 肯定是被奥义的对象 哎呀 终于是 呃 他们都没有奥义的 一号位都没有奥义 我是肯定打他的止损 嗯 嗯 上面的止损奥义 谁呢 奥义的是我的初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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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的战力比你低吧 我那个初代抗性有7600 真的 不太好杀 嗯 上面那个 鸣妈肯定死了 就剩下底下这一对了 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啊 他这个一号位的鸣妈 可能会非常的凶悍了 因为每次打都增加他的忍数 又没有人能限制他 啊 我去 哇太猛了 哥 啊 当然他9万多战斗 他9万多打一个 不到6万呢 说一个奥义下去秒三个这个 也说过去 好 哦 被压制了 把那个知识给打死 如果知识不死啊 我肯定能死 哦 我就觉得很少啊 被他抽一刀 然后加点燃 我就活不了了 又剩下一个 当然这就是所谓的爆打队 啊 要是我要是跟一哥都这么强的话 呵 那不是非常嚣张了吧 不过我觉得现在我挺满意啊 因为这个 我现在感觉我要是玩个一年 都不用玩到四年 玩一年就 就估计就得比在台股的时候猛了 好 对方已经退了 好那今天我就完成了我所有的抖江 啊 也非常感谢一哥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